持续来关心凌晨的地牛翻身 规模6.6地震 很多人是睡梦中被惊醒 镇央附近的花莲玉里传出了不少灾情 很多卖场架上的货物都被震落一地 而且连镇上的凉亭也倒塌 而且意外发现了支撑凉亭的水泥柱 竟然只靠着一根钢筋来支撑 也让人不免质疑 难道是豆腐渣工程吗 高市牌不停左右晃动 货架上物品一瞬间散落一地占据整个走道 凌晨这场地震把花莲县玉里镇弄得不平静 一间五金卖场连天花板都遭到地震波及掀了开来 可见地震当下晃得有多厉害 还有这间餐厅也遭殃 餐盘马克杯全都砸落地面都成了玻璃碎片 刚刚睡觉睡到一半就被邀请了 然后想说应该每次就又来第二波 另外这间烟酒行更惨 不只是货架上酒瓶 连仓库内一箱箱货品也被震得东倒西歪 整个仓库乱七八糟 镜头来到室外 当地一座凉亭经过一夜连震也没能撑住 一早被附近民众发现凉亭倒塌全毁 用来支撑的柱子全都倒落 而屋顶更是重重砸落在地 最怕的忧虑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一早我七点半就过来查看我们的一个灾情 我看到我们的凉亭倒下来 一晚地震就把凉亭震的残破不开 没想到还震出偷工遗云 我们就马上来看 结果一来看之后造成了这个凉亭有很大的瑕疵 就是里面的钢筋以及水泥 都是不符合它的工程 柱子被震到断成两节 这才发现每根水泥柱仅靠一根钢筋在支撑 让人质疑瑕疵工程是如何检验过关 也幸好地震当下没有居民在凉亭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接着这件话的报道